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丰教育集团高端旗下纸柄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学习的资点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在idea中我们创建Spark工程 Spark开发Wordcom的程序 然后我们Spark将程序型打包 和最后的Spark集群运行打包程序 那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千丰大数据学习的QO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呢会有海上视频提供给大家 并且有老师为大家解答 那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啊,那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来说一下 如何在上传价包呢来运行一下 那在这里呢我已经将我当前的集群呢已经开启了 这里呢开启了我的Hadoop集群和我Spark集群 那接下来呢在这里我要将我的这个价包呢 上选到当前那个节点上 那如何上传呢 首先第一个你需要确定一下你所上传的路径 我呢默认呢扔在了当前root这个路径下 所以呢在里我选择这个root 然后选中当前价包之后 如何上传到当前那个节点当中呢 也非常简单 在咱们这Final Cell当中呢 右下角这个位置啊 有一个当前小文件夹啊 一个小文件夹 这文件夹呢写的是文件管理 只要你选中这个文件夹之后呢 在这里呢就会在下面这个部分呢 就会分成两块 左半部呢是当前文件夹的一个配置 右半部呢是对应文件夹下的一些文件和目录啊 文件和目录 那因为我选中的是root 所以在里跟目录下 咱们往下翻啊 咱们往下找 找到我当前的这个root目录啊 找到root目录 找到root目录之后 接来在里 找到我们当前要上传的价包 按住鼠标左键拖 往哪拖呢 直接拖到右边这个位置 先让鼠标晃动这个位置 看到了啊 同学们啊 拖到右边这个位置 就可以将当前要这个价包呢 上传到当前这个集群上了啊 上传 上传完这之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次检查 输入ls 可以发现啊 当前这个价包已经上传进来了 对吧 然后上传完之后 因为我们想将当前价包呢 在集群下运行 那此时怎么办呢 那在这里我们需要进入到 spark的币目录下 所以在里咱们进来 cd opt 下 software 下 spark bin 然后进来ls啊 然后之前咱们之前说过 我们学过spark sale啊 是咱们执行的一些命了 对吧 也说过 简单的说过spark call 也是执行一些 sircle当前的一些东西 对吧 那在里如果我们想向集群中 提交自己所写的价包 运行效果怎么办 我们在这里就得用到spark submit 提交啊 spark submit 所以接下来这里呢 我们写如下命了 首先第一个点斜杠 执行当前文件下的spark submit 然后反斜杠回车 这样一来呢 可以写多行 防止你写错写在一行内 记得空格反斜杠啊 空格反斜杠 然后杠杠class 那在里需要指定当前 我们运行的这个类叫什么 如果你有写包 就一定要加上包 如果没有包的话 就直接写类名即可 我在这里 咱们没有包对吧 所以在这里 咱们叫spark wordcounter wordcounter啊 然后再来空格斜杠 再起行我们杠杠 指定当前使用的机群 杠杠masterms t啊 然后在里我们spark 冒号双斜杠 Hadoop01 冒号7077 指定机群 空格反行2 回车 然后再指定当前 我的e-scoder 所使用的内存 exe-cutor 咱们e-scoder执行吧 对吧 -me-m-o-r-y many 然后呢 这里 我给他一个G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啊 这个数字啊 绝对不能大于当前 你节点当前的内存 我节点的内存呢 是一个G 所以我最多只能给一个G 如果你超过当前 节点内存的话 那么会出现问题 好吧 所以这里啊 这个位置记得最大的这个值 不能超过你节点的值啊 然后 喜欢那个之后 再回车 我们- -totl-toto-exe-cutor excoder-codes 也就是说 他可以使用的核心注 我给两核啊 他最多可以使用两核 做跑 然后进来空格反行架 那进来 我们就得指定 第一个架包的路径 所以就是 -root目录下 有一个叫做 spark code一个架包 对吧 然后我们再写程序 当前里边 写了两个参数 一个叫 1 一个叫 1 对吧 那么X0就是获取当前文件所存在的路径 X1是我们做完计算之后将文件存储在哪里 所以这里我们输入的第一个参数 记得这加包空格后边的第一个参数 就是X0对应的是X0 所以就是文件读取的路径 HDFS冒号双鞋杠 DUP01下的8020 我们的内部通信的网号 鞋杠下有个文件叫order count 这是获取文件的路径 这是你从哪个位置获取文件 获取文件路径 然后在它后边再加一控制 就是你最终要计算的结果写在哪 我也写在集群上 所以HDFS 然后冒号双鞋杠 DUP01冒号8020 然后鞋杠out 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out目录一定要不存在 这个out目录一定要不存在 所以这里我们为了防止out目录已存在 或者说这个东西已经有了 那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可以检查一下集群 那怎么检查呢 这里我们在当前Hadoop01的选拳卡这个位置 单据鼠标一键 有个复制标签 选择 它会再帮你开启一个Hadoop01 这个此时我们输入一个命令 输入命令 HDFS DFS DFS 然后杠 LS 斜杠 我们来查看一下当前这个 我们的Hadoop目录下 是否有当前out这个目录 如果已存在呢 我们将其删除 哎 真的有一个啊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将当前out这个文件夹删除 所以RM 叫掉HDFS 呃 HDFS DFS 杠 RM 杠 杠 R 杠 out 将当前out目录进行删除 啊 进行out删除 然后删除完整之后呢 此时我们再次查询 再次查询 HDFS DFS 杠 LS 杠 再查询一下是否还有out 这边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只有HBase 还有我 Spark Warehouse Type User 和WordCount 对吧 这位置就没有了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里我们可以查看一下集群上 Hatuba集群上 这WordCount的文件里头是什么 对吧 所以这里我们HDFS DFS 杠 杠杠文件 然后这里 呃 写杠 跟目录下有一个叫做WordCount Count 诶 再回家说 那这里啊 他就会读取当前WordCount的文件中的数据 这里大家看好了 我就是写的一段单词啊 有很多 这位置是不是有很多单词啊 分别是Hello 空格Spark 是以空格风格了 对吧 那我就统计这个文件当中单词的个数 所以此时 这两步做完之后 回到我们当前那个位置 第一 我们是不是读取集群当中的当前那个啊 诶 正好看到了 8020啊 同学们 8020 别8002啊 8020 WordCount这个文件 对吧 然后最终将文件结果呢 写到当前那个8020下的out目录像 所以直接来 直接都做完之后 我们敲回车 让他运行起来 好了 此时呢 他就会开始跑了 看啊 这个这个位置啊 这个有点快啊 他会跑很多啊 跑很多啊 然后其实在这里啊 他等他跑完嘛 一会给大家看吧 他会跑啊 等待他一下 然后你看分区啊 分区做文件 然后等待啊 等待他执行完成 好了啊 OK 这个位置我会输出啊 看好朋友们 是不是成功了 对吧 这个位置正式停止 当前那个 当前stop了 我是正常执行成功了 对吧 正常执行成功了 然后此时呢 这里大家往上找啊 往这个位置 咱们推到最上面看 能不能看到这个位置啊 呃 输出文件有点多 看能不能找到啊 呃 稍微一点 再稍微一点 哎 在这 看了 看 这句话 是不是咱们写完 这句话之后 是不是点了一下 敲灰车执行了 看啊 这是Running Spark Works 2.2 是不是就开始跑 SPA程序了 对吧 OK 那此时结果已经输出了 那如何确定 我结果输出呢 非常简单 首先第一步 我们可以打开网页啊 咱们可以进入到 一个网页位置 咱们叫做 Hadoop 01 这个50070 对吧 这是咱们那个 Hadoop集群的外部UI接变 对吧 然后进入当前那个页面之后 咱们进入系统 看啊 这个位置是不是出现一个out文件 out的文件夹 对吧 然后进入文件夹之后 你看啊 这是比如packet ls啊 写告 我们来查看一下这个目录啊 这咱们是不是查看当前这个文件夹下下这个Hadoop下有哪些这个文件啊 对吧 是不是当前有个out目录对吧 此时呢 那这里我们在hdfs dfs-ls-ls- 我们这个out是不是可以这个查看out目录下有哪些文件呢 对吧 这个这回咱们可以看这文件 此时呢 这里也看好了 同学们 是不是有一个out目录下有个py的0有个py的1 那我想查看这两个文件中的数据怎么办呢 也非常简单 hdfs-dfs-cat 然后输入命令out写盖 然后呢part-000050回车 那我们就能查看当前这个文件当中我们进行的单次统计了 大家看好了 这里是不是统计了24个hello啊 对吧 但是咱们那文件里头不只有hello吧 对吧 所以此时在里我们查01 你看 这里啊 我们是不是有当前那个六个spark 六个stream 然后六个circle 六个call 哎 里头还有个逗号嘛 好了 有一空格吧 还有一个在前面啊 无所谓了 但是呢 这里大家可以看好了 这个位置已经将当前这个数据进行统计了 那么这些呢 就是将当前加包提交到节点上 并且跑出程序的一个效果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在里面的问题 我们在里面的方法